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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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利用被刺针对部分敌人弱点 属性克制和藏区元素 也能高效率的削减强敌Brick草 但反过来玩家一不小心 也容易被砸兵群殴或Boss一套打崩 主要陷入一段要命的藏硬直状态 还会失去Buff 可以增加技能草上限 所以在和敌人周旋时 除了要善用闪避和翻滚 起源还有两种防御方式 普通防御如果抓准敌人攻击命中的一瞬间 就能发动即使防御 减少自己Brick草的消耗 并更快接上下一步动作 有意思的是第二种灵魂护盾 它对玩家的预判和即使反应考验 相对不算很严格 一旦成功会增加魔力槽上限和恢复魔力值 并能快速拉近距离发动普攻 如果敌方攻击为紫色 还能吸收后作为即使技能使用 这一招可以快速取消动作技能后用出 从而在部分战斗中形成新的连段打法 不过灵魂护盾虽然能持续发动 但会快速削减玩家的Brick草 所以本作战斗的总体思路 是鼓励玩家在熟悉招式后多采取进攻 用普攻和灵魂护盾积累魔力槽 快速用动作技能连段打崩敌人进行处决 再增加魔力槽周而复始 战斗时能一键在两种职业中切换 用在动作技能中可以形成取消连锁 追打的变化方式很多 属于对这套系统逐渐熟练 喜爱动作游戏的玩家 会在本作战斗中感受到一种由硬派打斗手感 和不同招式连段结合起来的爽快感 而且随着流程推进 玩家会逐渐解锁更多的职业和技能 期间还伴随自己配招和刷装备乐趣 这里就得说下本作的职业 装备以及配招系统了 你以为起源是个动作游戏 其实它还是个有点干的刷子游戏 游戏中围奥最终豢养特色 引入了28种职业 特别是配合对应的技能 如果玩过FF14的朋友 应该会有种很强的既视感 放在主打动作玩法起源中 这些职业都拥有自己的特性和战斗思路 每个职业上限30级 并有着独立的技能数 通过两个职业 在点出对应的技能数部分后 就能解锁进阶职业 从而获得更有特色职业固有行动 和能使用更多种类的武器 往上更进一步到最高级后 职业对应的固有行动 就到了最丰富的阶段 这时玩家自己也经过流程中的大量锻炼 后续关卡难度在不断提升的同时 本作还有三档难度可选 通关后会解锁更高的混沌难度 想要顺利应对 在战斗准备中 可得随时调整装备和配好招式 先讲后者 本作的配招可以让玩家 根据操作习惯 打法和技能的好模情况 将动作技能自由设置在普攻的某一段 而配合不同状态 方向操作派生出的连段 长按即时防御后的出招等等 不同的职业与装备 还有武器视线 可以强化动作技能的被动属性 自由度非常高 不过有些麻烦的地方就是 游戏中职业多 技能数多 同时装备也很多 中年期玩家经常打一段 就会时不时进入菜单调整 每次解锁技能数 得先研究明白用法和怎么配 这时就更像RPG游戏了 但技能解锁越多 能使用的招式也确实更加丰富 动作部分乐趣会更加明显 由于本作没有人物等级 而是用了平均装备等级的设定 如果玩家进入关卡时 身上装备的平均等级 和任务等级有一定的差距 可以通过刷怪 甚至跑酷先一件件换起来 能感觉攻防压力明显在逐渐降低 尽可能配身好装备 也是挑战后续高难度关卡的底气 同时给一周幕后 或挑战一大堆支线时 带来了不少刷子的乐趣 在铁匠铺能对装备进行强化 流程中玩家如果懒得折腾 也能直接一件 给自己和AR队友们自动换装 玩法部分我自己的感受是 动作战斗一旦上手后很爽 很有日系传统硬派动作游戏的味道 且有着ARPG养成的乐趣 装备我是流程中就带着刷耍 让后期关卡确实体现了装备重要性 包括需要解锁全部职业 更强力的装备和大量支线 也成了通关后的一个可重复游玩点 难度设计是我最满意的点 特别友好 动作苦手的玩家 可以先简单模式 或配好装备来提高容错率 联机组队有点类似MMO打副本的感觉 不过本作也有两个点我得提醒一下 一个是最明显的优化表现 截至目前PS5的1.001版 性能模式就大家视频中看到的这样 材质精细度不高 而且一些场景要么过暗要么过亮 无论游戏流程和演出时的效果都不太理想 全画面模式会稍微好一点 但流畅度就不稳了 打着特效复杂点就掉到40帧左右 技能模式倒是基本稳定的50多帧 至于游戏中你会察觉到掉帧 但影响还不算大的水平 另一个点就是关卡设计 其实除了职业技能和后面要说剧情 起源的大部分场景都致进了FF系列作品 载入画面会有提示 音乐也是对应的变奏版 还有关卡中许多经典的怪物 熟悉最终幻想的朋友玩起来会特别有感觉 但有部分组织线地图玩的时候是真的绕 再加上前面讲的画质和光线问题 以至于有跑图时就像赶紧找到敌人打一场 用爽快战斗来转移对这画面的注意力 最后来聊聊本作的剧情 一句话概括不愧是叫起源 这游戏无论怎么看得有人亡既视感 或中前期故事的发展一头雾水 如果了解FF初代大致的流程或设定的朋友 在打完主线后一定会豁然开朗 跨越了35年后 这游戏居然和初代接上了 即使无论此前官方剧情预告和正式版开场动画 特别是第一章后的那段预演 前后呼应了起源和初代两座的设定 并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而到故事的最后 不但谜团终于解开 主角一行人的选择 卡奥斯BOSS们的形象 光是暂时的传说 异乡人五只蝙蝠 还有当年初代上来救完公主就能拿到 但一开始完全用不了的竖琴 时空循环和穿越回2000年的大决战等设定 在起源中都一一做了诠释 天堂异乡人最终幻养起源 是款优缺点比较明显的作品 一方面它有的硬拍爽快和自由度很高 战斗设计以及部分养成和刷子乐趣 难度特别优好 玩家的选择余地也大了 另一方面目前的优化并不理想 特别是在画质上 引入了大量最终幻养系列设定和斥镜元素 以及与初代紧密关联 是游戏中的一大亮点 推荐喜爱日系动作类型和最终幻养系列的玩家们考虑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